北京时间9月25日 今天,一个看上去好似于往常没什么不同的周一 然而,波士顿体育记者的半壁江山 都聚集在离波士顿半个小时车程Kenton的一个studio里 是什么具有如此的号召力 当然是那一抹已经成近快四个月的略军 凯尔特人媒体日这天 凯尔特人负责推特的工作人员 在早上8点多就提醒球迷们 关注今天的凯尔特人媒体日的活动 11点左右 球员们陆续进入场地 准备换上队服开始今天的拍摄 记者们也早早的聚集在发布会现场 这些记者有的来自ESPN,NBC 也有的来自波士顿本地的报纸 网站和电台 一发布会开始还有近20分钟 记者们早已准备就绪 有的开始准备录音设备 有的打开电脑 流浪着网上的信息 还有的把自己想问的问题写在本子上 摄影师们早早架好摄像机 和制作人聚在一起讨论录制的内容 每当有凯尔特人的工作人员出现 记者们和摄像师们都会立马看向他们 坐直 集中注意力 伴随着最好的控球手之一欧文 和全明星小前锋海沃德的回归 一直从防守到进攻都全面升级的绿军 媒体们自然不愿错过全员亮相的一点细节 发布会现场的记者们十分安静 准备着自己要采访的内容 另一旁定装照的拍摄现场却十分火热 本次拍摄现场分为两个 一个拍摄视频 一个拍摄照片 在拍摄视频的区域里 各大主流媒体的专榜队伍和摄影师摄影区 拔布到20屏的空间分成很多区域 两个摄影师在中间的两个区域给球员们拍摄 媒体的专榜队伍承办宽形为绕着拍摄区 中间只隔着紧门替人通过的通道 从左到右的半环形大概十米左右 被多个摄影机 灯相隔开 作为不同媒体的专榜区域 有的媒体选择强做背景 例如布朗坐在最靠近门的高脚凳上 面朝拍摄现场 他手里拿着话筒 一边练习着需要说的口播 等着打光师打光 与此同时 旁边几家媒体的记者已经做好了准备 等着球员的到来 走向另一个拍摄现场的途中 没有接受采访的其他球员站在走廊里 和熟悉的记者以及工作人员聊天 球员身边聚集着各家媒体以及球队的工作人员 随时记录球员间的互动以及搞笑的瞬间 另一个拍定庄长拍摄现场 显得十分神明又紧紧有条 这个场地被帘子包围起来 只有球队工作人员可以进入 从随着风飘起来的缝隙中看过去 球员们摆着各式各样的姿势 摄影师的闪光灯不停的闪着 一切都有条不稳 在发布会现场 少帅史蒂文斯率先接受采访 随后球员一一接受访 教练结束采访刚离开发布会 现场就响起调键盘的声音 以及录像回放的声音 需要出采访时录的记者显得非常忙碌 他们在球员采访的间隔中 把实录中有用的信息打出来 发到社交媒体上 一些为当地报纸 电台写稿子的记者 并不急于出稿件 他们就会简单整理采访 重点内容后和其他记者聊天 这个空档 是记录球员日常的摄影师们最累的时候 他们需要把身上两三个相机里 抓拍到的照片快速导出 挑选合适的照片 发到对应的社交媒体上 随着球员们逐渐接受完采访 记者们也把媒体日的内容 记录得差不多 在等待的过程中 就热闹了很多 大家开始聊天 大多数的话题 还是绕不开球员们修赛季的活动 以及合同的状态 也有交流最近各媒体平台的新闻 也有熟悉的记者会 相约晚上去哪喝一杯 球员们结束采访后 媒体日的活动也就告一段落 球员们陆续拿着午饭 走向门口停着的保姆车 离开了studio 那些不需要及时速稿件的当地记者 也追随着球员的脚步离开 而大部分记者会留在会议室里整理稿件 有些记者会在现场录制视频 来总结媒体日的重点内容 像刚转到NBC的明镜 布莱克利 Shared Blakely 会和其他记者做一个现场脱口秀 大部分现场计时的稿件 会在发布会结束后2到3个小时 由媒体记者转载 到自己的社交媒体上 一些涉及专榜的稿件需要的时间会上一点 但也会尽可能在当天完成 各媒体的发布会的摄像师 会在比赛结束后剪辑视频 整理好发布档 网上 还有抓属于凯尔特人的记录媒体日的摄像师 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素材的粗简 方便日后制作球队宣传视频 这样一场媒体日下来 媒体人不仅仅要在发布会 的时候保持高度集中 更要在发布会开始前结束后 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这抹绿色从明天的训练营开始 就要持续感染着波士顿 这座历史名城 球迷们也迫不及待 想开始着买些 回来的绿军创造更精彩的表现 记者们和摄影师们 也迫切的想要把绿军的点滴 展现给每一位不能清零现场的朋友 腾讯体育祖波士顿特派员孤宜丸 再来继续感染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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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纸巾